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 整数两步骤混合四则运算 也就是会有加减乘除符号混在一起的运算 我们来看题目 姐姐每天存63元 妹妹每天存28元 一星期后 姐姐比妹妹多存几元呢 要做这一个题目 我们只要先计算 一天姐姐比妹妹多存多少元 再乘以天数就会得到答案了 现在姐姐每天是存63元 妹妹每天是存28元 所以一天姐姐多存了 63减掉28等于35元 接下来 姐姐一天是多存35元 一星期有7天 所以一星期就会多存了 35乘上7等于245元 到这里我们就知道 一星期姐姐比妹妹多存了245元 但是现在我们是用两个算式来计算 我们能不能试着用一个算式来计算呢 我们来将刚才的两个算式组合起来 第一个是63减28等于35 第二个是35乘以7等于245 所以我们组合来写的话 就先写63减掉28乘上7 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 63减28我们必须给它们一个括号 否则就会因为先乘除后加减的原则 会要先计算28乘以7 那先加括号 我们才会知道要计算括号里的数 接着我们继续算 首先算63减28就等于是35 再继续写后面的乘以7 接下来35乘以7就等于245 得到和刚才一样的答案了 到这里我们可以写上答案了 答245元 刚才计算的时候 我们提到了先乘除后加减 还有括号 现在我们来仔细看一看 这个四则运算的规则 四则运算的规则 第一个是有括号的部分要先算 例如说右边这个括号 3加5乘以9 要计算的时候就要先计算 括号里的3加上5 我们来算算看 括号里3加5等于8 后面是乘以9 我们继续写 最后再计算8乘以9等于72 就是这一题的答案 接着第二个规则是先乘除后加减 如果一个四子里有加减号还有乘除号 那我们就要先计算乘除号的部分 例如右边这一个3加5乘以9 我们不能先计算3加5 我们必须先计算5乘以9 我们来写看看 5乘以9等于45 接着再来3加45等于48 因此48就是这一题的答案 最后一个规则是由左而右 当四子里的括号和乘除号都已经处理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由左而右进行计算 3加5加9 我们先计算3加5等于8 后面的加9再继续写上来 再计算8加9等于17 因此17就是这一题的答案 了解了四则运算的运算规则后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题 文具店一本笔记簿卖18元 一支笔卖25元 小民买了五本笔记簿和一支笔 共花了多少元呢 要计算这一题 我们可以先计算五本笔记簿的价钱 再加上一支笔的价钱 就会得到答案 一本笔记簿的价格是18元 因此买五本 就是18乘以5等于90元 接着再加上一支笔的价格25元 90加上25 就会等于是115元 到这里我们就知道了 小民总共花了115元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跟上一题一样 把两个四子合成一个四子呢 我们现在有两个算式 一个是18乘以5等于90 一个是90加25等于115 我们就把它写下来 18乘以5再加上25 我们来检查一下这个四子 我们想要先计算的是18乘以5 因为先乘除后加减的规则 这个四子原本就会先计算18乘以5 因此我们不用像前一题一样加上括号 我们来开始计算 18乘以5等于90 再加上后面的25 最后就会等于是115 到这里我们可以写上答案了 小民买了五本笔记簿和一支笔 共花了115元